好,我们现在就慢慢开始吧 我们最后这三个project呢 这个project C呢 我这里写一个data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data engineer做的这个事情 只是他的这个数据量比较小了 你看这个数据量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看 数据量很小,但是它有三个format,对吧 一个是csv,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处理 一个是json,json也不是特别难 我们当时讲这个API的时候 讲过这个网络传输这个数据的话 很多都是用这个json的format,对吧 这个json呢,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python的这个dictionary 然后你就很容易去理解这个东西了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这个东西 一个叫xml的一个语言 这个xml呢,大家也听说过什么html,对吧 这个xml呢,就是也是一个叫什么markup这个language 然后这个怎么pass这个data呢,就有点tricky 所以这就是这个project这个难点,对吧 这个project也是当时freddymac 那也是很多candidates用的这个project 所以呢,他每个project都有 有一点点考你的这个地方,对吧 比如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finding freddy这个project,他呢可能会考你这个数据量挺大的,你应该怎么办,对吧 可能就是勉强在你的这个内存上下这个浮动,对吧 就有时候不太好处理 这个呢,我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呢,就是这个xml的这个处理方法 然后下一节课呢,我会讲一个credit card pro detection 这个是cap1的面试题目 然后呢,最后一节课呢,我会讲一个tanimatic project 就是一个car insurance 它面试这个data scientist一个project 好,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呢,你看他呢,就是这个questionnaire 是说的是非常之清楚的,对吧 大家呢,也还要去读一读 比如说他给你三个dataset 一个是csv,一个是xml,一个是json,对吧 然后他告诉你这个datatypes,有这个integer,它是primary key 对吧,然后有很多column,v1 to v60,对吧 这个floating point 然后最后呢,有个class,这个character,对吧 然后你就继续读了,对吧 他说,write a program to perform the following actions using python with error handling and logs and outputs,对吧 你看他这句话,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信息就很大了,对吧 所以你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方案里面呢 就需要有,首先是用python这个说的很清楚,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就下面这几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这个er handling这个概念 为什么有er handling这个概念呢 就是因为这个数据不是完美的 就是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对吧 就是可能你每个月生成一个这样的数据,对吧 然后你这个code呢,就需要能够handle一些这个数据出问题的这个情况 然后写个report出来,对吧 然后这个呢,就是他说的这个logs和output这个意思 比如说logs,就是说你每次处理完之后呢 他就会跟你背报一下,处理了多少行,处理多少列,对吧 遇到了哪些missing value,对吧 哪些index不在啊,对吧 所以你也考虑了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来做这个batch processing batch process,就是说是成批处理嘛,对吧 我说了就很多公司这个数据都是比如说一天一节啊 或者一个月一节的这种数据,对吧 你就用你的这个code和script去run一下就行了,对吧 但是呢,你可能是你自己需要之后是交给一个从来不懂程序人去run,对吧 他可能就点一个button,对吧 那当然这个数据各种出错的可能性都有,对吧 所以你要事先去想到它是,它可能会怎么出错,对吧 最好是你是设计这个车的,或者设计任何一个东西了,对吧 你不仅是要想到这个用户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怎么使用,对吧 你还要去想到这个用户出错的时候,有些什么机理,对吧 能够给用户避免损失,避免伤害,对吧 就像你开车一样,叫这个Defensive Driving,什么时候 等下我们就会去就是去想,应该是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对吧 我们看第一题,它说 Read这个Data1.csv,Data2.xml,Data3.json Into data structures,Name the data1,Data2,Data3 respectively,对吧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data types in data1,Data2,Data3,对吧 他又说了,Ensure the data types in data1,Data2,Data3 Structure to conform to the data types described in the dataset overview section,对吧 那就是这里,对吧,因为ID是一个Integer We want to re-seek this in a floating point Class是一个Character,所以你要保证这一点,对吧 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做这个一点 我这个数据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对吧 你看有Data1,这个CSV,对吧 我们可以打开给它看 这个因为数据量很小的,你看就是29KB,对吧 你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这是ID 这个ID感觉是乱的,对吧 然后呢,有V1到V20,对吧 哦,然后你看有一些NA在这里面了,对吧 至少你能看到这个 这个数据量应该不是特别大 对,就这么行,对吧 大概200多行,对吧 这是这个CSV,这个CSV我明白都知道怎么处理了,对吧 这个街上我也帮大家打开一下 你看这个街上你怎么打开呢 呃,我用这个NodePad++也能打开,你看 呃,这个街上的话,你看它是一个 呃,square bracket开始,对吧 所以呢,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呃,python list,对吧 list的第一个元素呢,是一个dictionary 那这个dictionary的这个key呢 就是它的这column name,对吧 然后这个value呢,就是呃 那个entry所对应的这个值,对吧 比如说这就是某一行,对吧 这是另外一行,对吧 这是ID等于20的那一行,对吧 这是ID等于R的这一行,对吧 他们分别是从V41到V60,对吧 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class 呃,这个是R,对吧 你看 啊 所以呢,你稍微看看,就是在处理它这个之前 是吧 啊 第三个是这个xml,对吧 我看看打开,打开吧 啊,这个就有点 不太好读了,你看这个xml 是version的1.0,然后问号什么 然后你看data3 part,data row 然后ID也是83,对吧 你看,呃,这个如果大家 呃,见过这个html语言的话就非常像,对吧 啊,它有这个什么 嗯,叫应该是closing brackets opening brackets和closing brackets,对吧 啊,然后这个你看就是 vr11是这么的值,vr3是这么的值,对吧 啊,然后这行呢,还剧场无比,对吧 啊,所以呢,呃,我们到时候呢,肯定会去想这个 啊,xml应该是怎么去读,对吧 啊,好,那我们稍微看了一下这个 data的,呃,样子,是吧 然后呢,我们去读一下这个 呃,首先你肯定要import这个panda,对吧 然后你去读一下这个csv 然后我们到时候去join这些 table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用这个ID嘛,是吧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ID呢,就直接设为这个index column,是吧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join就行了,是吧 呃,因为我们之前也学过这个merge merge呢,就是说你要给定是哪一行,哪个column 跟另外哪个column去做,呃,join,是吧 join呢,他默认了就是用这个index去做join,是吧 啊,然后你看,呃,大家看一下就是,呃,比如我们随机抽取了五行,对吧 然后呢,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啊,然后当然他说了,就是说,那你去检查一下他的这个data type,对吧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data type 啊,data1.dtypes,对吧 啊,data1.dtypes,对吧 这样的话,suppose就能够给你 啊,啊,我还没跑,上面这个 啊,现在应该可以了,对吧,你看 啊,we want,这都是float,啊,就是跟我们预计是一样的,对吧 啊,这是这个csv,对吧,这个xml,啊,这个呢,当时也花了我不少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网上,呃,我当时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出来过这个xml数据,对吧 所以呢,我们这个,你想我们这个objective是啥呢,就是把xml数据要导到这个,呃,pandas data frame里面来,对吧 啊,这个怎么做呢,你可以去google一下,对吧 我这就是how to read xml files into pandas,对吧 然后呢,你看几个,呃,相关的这个,呃,block,比如说,或者看看别人发的这个东西,你看这里有个pandas read xml,这样一个,呃,package,是吧 啊,你可以去试一试,哦,看行不行 你看这样的话,你还得,啊,装一个新的package,对吧,叫peep install pandas read xml 你怎么要装这个东西呢,你就在你的这个windows command line里面就可以了,那,就 看这样的可以试一试吗 我从来没用这个package啊,对吧 反正我们也不管是白猫黑猫,对吧,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呃 呃,能够读这个东西,对吧 你看他,他要装这个package的话,就要装很多相关的这个package,对吧 这个叫dependencies,啊 哦,你看他还帮我uninstall的这个numpad,对吧 可能是我这个numpad这个标,呃,呃,不是特别新,还是怎么样 我之前,呃,做的这个东西呢,呃,是这样子的,对吧,你看,呃,用了一个xml这样一个package xml其实有点像这个tree的这个structure,它的都是有root,root下面有leave,呃,有这个chart node,对吧,chart node下面又有chart node,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你看他这里有data role,就是每一个role,啊,然后呢, 我呢,呃,我呢,就知道他有total,呃,有多少个role,对吧,然后对每一个role呢,我要去找他的id, 对吧,这个id呢,就是我的这个index,对吧,啊,因为我到最后,我也希望形成一个这样一个table嘛,是吧, id呢,就是这个值,对吧,然后column呢,就是这个v,呃,这个值,对吧,我们看看,啊,然后呢,我要去找,这个每个role的这个element,对吧, 啊,element这个tag,如果他不是data role或者id的时候,我呢,就试着去读他的这个value,啊,当然,你看我这里用的这个try accept, 因为他不是每个时候,因为有时候是missing的,然后这个missing呢,你要转化为这个flow的话,他就会报错,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了,自己去跑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部分的话, 然后,呃,except呢,就是说,如果这部分不成功的话,他就会执行这一部分,你看,我呢,就是说这个missing value, 在某一个id column,在某个地方,对吧,就给我汇报一下,啊,然后呢,value呢,我就把它设置为这个line,对吧,啊,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每一个index, 它对应的这个tag,它的这个value应该是多少,对吧,啊,所以我们自己执行一下,啊,就这个样子的,啊, 当然,我事先,最开始的时候,肯定这个code不是长成这个样子,啊,我也是自己不断去试,不断去尝试, 然后,然后把这个code,呃,给,把这个,呃,数据给读进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try,啊,它就长这样,对吧,你看, 本来是一个xml的这个样子,对吧,然后现在呢,也是id在这里嘛,对吧,然后vrc到,呃, v不知道多少,大概v40左右,对吧,然后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try, 对吧,也都是float,对吧,这就是跟我们预期一样的,OK, 这是这个try,啊,大家如果对这个,呃,感兴趣,这些details怎么做的话,呃,可以去看一下, 呃,这些blocks,呃,是怎么处理的,啊,然后呢,你可以去跑,跑,对,你读读这些话,啊, 这些都不是特别难,其实是,啊,你看看这个xml,它会跟你解释xml是一个什么样子,大概是,对吧, 然后你应该是怎么去parse这个data,对吧,呃,呃,我应该当时就是看了这个,呃,这篇文章,对吧,你看,这个et呢去parse这个xml, 然后又get root,然后对每个node呢,又去get一些something,OK,你看,找到它的email,找到它的grade,找到它的age, 什么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大家,我把它放在这里吧,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去看一看,啊,啊, 啊,在这,对吧,嗯,这第二部分数据,对吧,啊,第三部分数据是这个json,啊, json的话,这个pandas呢,有个直接,呃,读这个jsonfile的这个,呃,package,叫readreadjson,对吧, 然后,我们读进来之后呢,把这个index设成这个id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呃, data3是找什么样,对吧,你看,这个就非常convenient,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呃, 接下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呃,一种数据格式,而且这个接下来是,是跨平台的,就是说,它不仅是,呃,python很容易读,对吧, 啊,这个,比如说java或者世界加菜也是非常容易读这个数据类型,所以呢,呃,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数据类型,えー,啊,这个读完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data3的这个d type,是吧,都是float,对吧,这跟我们预期是一样的,你看,只有这个class,一个object, 这没问题,对吧,这个object就是character,而就是一个stream啊,这个呢, 就满足了我们这个第一题的要求,对吧? 我看看,Datatypes我们都检查了,对吧? 然后我们也是都读到这三个DataFrame里面了,没问题。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一问题,对吧? 第二题,你看, merge three data sets into a single data set based on the ID attribute, and mark the duplicate,对吧? 它让你找duplicat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many rows and columns are in the,多少行多少列,对吧? Missing values,对吧? 然后呢,how many duplicated records? 就是让你做三件事情,先去merge,然后找duplicate,然后找missing value,对吧? 我们看看。 所以呢,你看这个project的话,它数量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它什么都考一点点,对吧? 第一问呢,就是load data,对吧? 看你load data这个能力,就是不同的format。 第二问呢,就是merge data,对吧? 然后呢,找missing value和duplicate,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里。 首先呢,我这里来检查这个Data每个Data的这个shape,对吧? 你看,都是208行,对吧? 然后呢,我就直接去join了,对吧? Data1, joinData2, joinData3。 join完之后呢,还是208行,就说明这个index没有变化,对吧? 你想如果,如果就是index有些没有的话,就不会还是很标准的这个208,对吧? 比如说这里是208,这里是206,什么201,对吧? 那join完之后呢,就变了很连事,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就决定完之后呢,我把它这个data,命名为一个dataframe,就叫data,对吧? 好,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去找这个,呃,一个人是找missing value, 第二个人是找这个duplicate,对吧? 这个missing value,呃,我们之前讲过。 你就用这个isNone就行了,对吧? 我把它,是这个样子,对吧? 你就叫dataisNone,然后sum一下,啊,这呢就能看出来,每一个column有几个missing value,对吧? 比如说这个vr就有一个missing value,对吧? 但我们这个column太多了,啊,我们呃,有些地方是missing的,我们就没看到,对吧? 所以呢,我这里呢就写了个,啊,这个,这是一个panda series,对吧? 这是index,然后这个是它的value,啊,叫做nacount,对吧? 然后呢,我就只找出这个nacount大于0的地方,对吧? 然后我们就发现有四个column,有missing value,对吧? 分别是1,1,3,2,对吧? 就有些地方是有missing的。 然后duplicate,对吧? 你要去想这个dataframe,你怎么去找这个duplicate,对吧? 然后呢,其实这个dataframe呢,有个,你看看,呃,duplicate,duplicate road,对吧? 啊,你看有个这个duplicate,是吧? 你可以去自己去读一读,对吧? 啊,这个应该怎么做的? 比如说你看这里,呃,这一行和第二行都是一样的,对吧? 啊,所以呢,你如果是df.duplicate的话,这个,呃,第二次出现的话,它就说了个true,对吧? 啊,说明这行的就以前出现过,啊,这个意思。 啊,你还呢,就是可以保留最后一个,或者最前面一个,或者做一些, 本这个duplication相关的这个操作,对吧?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里去看的话,啊,duplicate点上,就是看有number duplicate,对吧? 我们没看到一个有duplicate,对吧? 因为这个数据呢,啊,没有duplicate,missing value,都是有几个,对吧? 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样子。 第三个,啊,create a new dataset from the merge dataset by removing any rows with meeting values,对吧? 这个它说的非常明确,你要怎么做,对吧? 嗯,我们说了这个project有些呢,它非常,呃,vague,对吧? 有些呢,是非常clear,你要怎么做? 这个project就属于,呃,后者,对吧? 啊,所以呢,你就按照要求做了就行了,对吧? 这个反而就更好,就是,嗯,你就很清楚你自己做的好不好,对吧? 有些很模糊不清的这些project呢,就,呃,你需要做很多这个主观的这个判断,对吧? 嗯,然后呢,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many rows are there in the new dataset,对吧? 啊,然后what percentage of rows contains m versus r in the class attribute? 然后呢,算出一些minimum,first quantile,medium,这些统计的数据,对吧? 然后呢,对这些抗论,对吧? 所以它这所有的问题都是非常specific,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去做就行了,对吧? 好,你看,我们这个data.shape,对吧? 它有208行,对吧? 然后就dropNA就行了,对吧? 这个dropNA,你也可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它默认的就是说,呃,是按行来算的,就是内行只要有过NA,我就把它drop, dropNA,pandas,对吧? 你看,就在这里,remove missing values,对吧? 它呢就是你要告诉你是axis,axis呢是默认是为0的,就是droproads,对吧? 就是有missing value那些行,drop,然后how,它默认是any,就是说这有一个就drop了,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threshold,什么这种subset,什么东西,要不要做inplace操作,什么? 它默认是force,对吧? 就是说,它就生成一个新的data frame 好,我们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你利用一个function,去搞真的一个事情,对吧? 嗯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就是203行,对吧? 我们之前看了大概就是有,有几个嘛,对吧? 所以呢,把这几个给drop掉完呢,这个data呢,就基本上还在了,就大概是203行,对吧? 好,然后呢,它要让你去看一下这个class,这个column,这个m或者r的比率分别是多少,what percentage of rows,对吧?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value counts,normally等于true就行了,对吧? 有52%是m,这47%是r,对吧? 所以呢,这个有两个class,然后呢,它们基本上还是balanced,对吧? 这个很简单,最后一个呢,就是找到这些column,然后要算出这些统计的这个值,对吧? 这个也很简单,对吧? 我呢,就把这column都找到,对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data new呢,找到这column,用这个describe,对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这个describe, 但是你有没有生成,有没有讲过这个function,对吧? 它就是给你一些非常常见的这个统计的东西,对吧? 你看,如果我不写后面这些东西呢,它就,你看它会给你什么东西? 给你一个count,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minimum, 25%, 50%, 75%和 maximum,对吧? 然后呢,它题目要问你什么东西呢? 就是问你这些东西,对吧? 你就只把这些东西给保留,也是可以的,对吧? 这样的话,我呢,就是想把这个data frame呢,选取某些行出来,对吧? 你怎么选行呢?你可以用这个lock,对吧? 你就用这个lock,然后选哪些行呢? 所以,这个也很简单,对吧? Q4,它让你怎么办呢? 它说有60个attributes,对吧? V1 to V60. Calculate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for each pairwise combination of attributes. Note, don't include pairs where the attribute is paired with itself,对吧? 就是有60个attributes,对吧? 我们想找出他们之间,两两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看top5正相关的和top5负相关的, 这个Pearson correlation,对吧? Pearson correlation,这个也不难了,对吧? 你再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Pearson correlation,对吧? 它的公司就这样,就是大家常见的这个correlation的公司, 其实是,然后呢,它都是在-1到1之间的,对吧? 你看看这个image就知道了。 就-1呢,就是完全负相关,对吧? 对啊,然后这个呢,就是-1到0之间,对吧? 0呢,就是完全没有规律,对吧? 1呢,就是完全线线相关,对吧? 所以呢,这个不难理解。 然后你怎么找到这个Pearson correlation呢,对吧? 那你的就是Pearson correlation,然后找这个pandas, 对吧? 这个很简单,对吧? 你去搜一搜,就找到了,我们不需要images,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对吧? 你看它一下就给你出来了, 对吧,theirframe correlation,这个东西,对吧? 就能帮我们搞这个东西,你看这个method叫Pearson, 其实也就是说,呃,有各种各样的correlation,对吧? Pearson是最常见的,叫standar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对吧? 还有其他的,对吧? 这个CORR这个方式呢,就能帮你算这些东西,对吧? 那不就很好吗?对吧? 啊,我们呢,就让他去算一算。 啊,当然,他这里呢,就是刷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可以都挂了。 刷完之后是什么样子呢? 啊,就是,你看。 呃,就是一个,如果你有N个Peach的话, 它会生成一个N乘N的一个矩阵的样子,对吧? 然后这个矩阵的人是一个对角线矩阵,对吧? 啊,对称矩阵,给大家看一下,是吧? 啊,对啊,你看,就V1,呃,你看他对角线别是都为1,对吧? 因为每个,可能对自己的话,他的这个correlation都是为1的,是吧? 然后他都对称了,你看这0.75,对吧? 因为V1,VR和VR,V1,这都不是一样的,对吧? 所以呢,呃,就是这个样,OK。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要找到,呃,最大的这5个和最小的这5个,对吧? 但是呢,这个1呢,我们又不能要,对吧?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现在是有个这样的一个难点,对吧? 啊,第一个呢,就是,呃,比如说你要找到最大的这5个,对吧? 啊,我们可以呢,去on stack,是stack还是on stack? 我不太记得了,我做的呢?on stack,对吧? 就叫on stack,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on stack, 它呢,就把一个二维的数据变成一个一维的数据,啊,你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 它呢,就是,呃,呃,比如说这个东西,V1跟V1呢,是E,对吧?V1跟VR0.74, 然后呢,我们是要去排序嘛,对吧? 其实这个现在就成为一个,呃,我们现在是,见到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panda series, 这个是values,然后呢,这个是,呃,叫hierarchical index,对吧? 所以呢,它的index有两层。 啊,这个我们倒是稍微提过一次,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然后呢,我们需要sort这个values,对吧?你就sort一下这个。 比如说这个sortvalues,变成这样,它就是从小到大排序,对吧? 然后你发现这个最小的这个Vr11到V311,对吧? 然后这个是重复的,其实是,对吧?所以我们要去重,啊。 然后呢,我们要是找到,呃,比如说最小的这五个,对吧? 那你呢,就是0到10,啊。 然后呢,你可以进一个step test为r,就行了,对吧? 它呢,就是找到一个就忽虐一个,找到一个就忽虐一个, 这就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样子了,对吧? 你看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对吧? 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呃,要找的这个, top5,negative correlated attributes,对吧? 啊,这个positive呢,也比较类似。 啊,我把这个,因为我这个,哎,你说。 它那个前五个,那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可以, 第四个跟第五个是哪两两相关呢? 哦,对,这个它可能没做得特别好,就是说,呃, 第四个和第五个也是跟Vr29相关的。 所以呢,这也是Vr29,这也是Vr29。 啊,我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它搞出来啊? 我看,index。 哦,对,对,对。 我的看出来是29的,对,对,对。 对吧,你看。 所以很多时候呢,你要知道就是,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是一个什么类型,对吧? 因为我很清楚,这是一个panda theory, 这是它的value,这是它的这个multi index。 啊,所以呢,这里其实是被省虐掉了,对吧? 如果你想真正想看到的index,什么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你看这是Vr29, 也会告诉你什么index,很清楚。 所以呢,你不管操作什么东西呢, 你要搞清楚它的这个对象是什么类型, 你就知道就是你可以用一个,呃, 什么方法去找到它的一些,呃,值和规律。 啊,然后这是这个,呃,这是最小的这个五个,对吧? 但是最大的这五个呢,也是一样的。 这个sort value就是ascending等于force,对吧? 这呢,我们就是从大到小排序。 但是,呃,问题呢,就是说,前面还有很多1的这个地方,对吧? 哦,没有,全部弄完。 还有这里,sending,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啊,前面有一堆1的地方,对吧? 所以我这个就是把这个1的地方给去掉, 然后呢,再做同样的一个视线。 所以呢,我这就是我们这个highly correlated, 这个我五个pair的这个column,啊,就长成这个样子。 呃,呃,呃,其实我现在一看到这个也不是特别严谨的, 就是说,就是因为也有可能两个不同的column, 他们这个correlation刚好就为1,是吧? 呃,但是呢,这样的话就被我去掉了,其实。 所以呢,我看看有什么其他方法。 嗯,就是说,我们只想去掉这个都是一样的,对吧? 我们就去掉,否则呢,我们就不去掉。 呃,这个应该怎么办啊? 呃,我们呢,还是得从这个index这里找说,对吧?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这个命名吧,命成一个column, 嗯,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呢,就只是想对这个,这个东西进行一些操作。 你看他这个index呢,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有相同的index给去掉。 嗯,呃,想想啊,这个应该怎么办啊? 哦,然后我这个index0,看能不能出来是什么? 啊,这是第一个。 呃,我们再0,它就会变成这个样。 ok。 然后呢,我们就是想看看。 呃,这两个相等。 所以呢,我们是肯定是想做一个subset。 那这个subset,呃,就是这个index的这个条件。 就是这个correlationindex。 但是呢,它这里呢,又是一个series。 嗯,就是说这个0,它不等于这个估计不行啊,我看一下。 它1,这样就。 这个为什么反配一个,就等于1呢?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index。 呃,我已经很久没有,呃,用过这个。 pandas dataframe的。 以前呢,我还是非常熟悉的。 呃,现在我在想。 如何把这个。 两层的index一样的话,我就把它去。 嗯。 想想。 嗯。 呃,我可能一直办法想不出来。 呃,所以呢,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吧。 就是应该是没有这个。 刚好就等于1的。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知道这个。 呃,有多少个column,是吧。 有,一共有多少个。 有60个column,对吧。 对啊,有60个column,对吧。 所以呢,你可以把前60个给去掉,也可以,应该是。 对吧。 所以呢,你就从这个60开始算。 对吧。 你就把这个给去掉。 看看这样子,是不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对吧。 啊。 你看,如果你是写个59的话。 这就一个1出现了,对吧。 就是v1在这里。 啊。 啊。 那这个60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就是从这个。 啊。 data new。 啊。 我们这个data new呢,其实好像是有61个column。 啊。 看一下啊。 因为它还有一个label这个column,对吧。 这个new.shape。 对,它有一个label这个column。 然后我们做curation的时候呢,它就直接把这个labelcolumn给去掉了。 就是。 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60呢,还有一点点这个。 呃。 它的coding之显了。 就是说,当然这是一个小问题。 所以我们就这样算了吧。 嗯。 好。 这个是。 这个问题。 第五个。 你看,它这里又考虑什么东西了。 对吧。 就是。 啊。 算一下不同的这个column的这个。 curation,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如果你做linear regression的话。 啊。 你也考虑这些。 啊。 multi-column errors,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两个column之间呢,你可以算一下它的这个Person correlation。 对吧。 然后呢,其实还有可能多个column对另外一个column起作用呢。 那我们就算一下它的这个VIF。 对吧。 叫variable。 叫什么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factor。 是吗。 啊。 这个都是可以算的。 对吧。 那些就是。 呃。 以其他的几个column。 作为X。 来去做个linear regression去预测这个另外一个column。 对吧。 然后算出它的这个R square。 对吧。 这个VIF呢。 1除以1减去R square。 对吧。 好。 第五题。 啊。 我们要做些图了。 对吧。 还做三个图。 Histogram plot attribute V17。 对吧。 你看我们这里做出来。 啊。 这怎么长成这样。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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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这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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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去呢。 大家有成为记得吗? 我现在都记得了那么差。 哎。 另外一个做图的叫什么? 也是G-Metaport Lab。 哦。 那是C-Born吗? 啊。 对。 C-Born。 对吧。 你也可以。 C-Born就是挺好看的。 C-Born。 你说一个什么Histogram, 他就给你出来了。 对吧。 然后,distribution,对吧,你看这个,就是displot,对吧, 然后呢,把这个dataframe放进来,把X翻出来就搞定了,对吧,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事情,也是可以的,对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也不用了把它删,你要import这个sibon, 然后呢,这个dataframe叫data,对吧, X呢,是V17,对吧,没有displot,这不是displot吗,sns,这是为什么,奇怪了啊,我在这超过来了, 那个,那个还超错了不深,啊,你看他这是变化了,对吧,是distplot, 那他这里写个distplot,对吧,所以这个, 他的,他的光网都出了问题啊,OK,所以呢,就是叫distplot,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这个版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看他这个displot, 到底是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说的,对吧,他告诉你这个A series, 啊,所以呢,你要直接给定,你看这里的话, 啊,应该是给定一个panda series, Use panda object to get information input, 你看这也是pd series,OK, 然后这个displot,所以呢,我估计他,我刚刚看到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 所以呢,给一个column这些,这column是v17,对吧, 起的怪了啊,哦,对,你看,canada convert float na to integer, 我们其实应该是刚才把这个vc metadata都给删掉了,对吧, 然后呢,我是建了一个data叫data new,啊,现在就可以了,对吧, 你看,这就是这个displot,啊,然后呢,他也给出了一个, 呃,拟合的一个曲线一样,就是说大概数据来说,这个样子, 然后呢,跟这个displot相关的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box set, 你要多少个box,你看这个就一共也就七个box,对吧, 呃,你可以去调的,这个, 嗯, 叫beens,对吧,这叫beens,你看一开始我就给定一个series, 然后呢,是叫beens,我们可以去改一下,对吧, 就每个function呢,他都有一大堆这个可以调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多一点20,看,他这就20个了,是吧,嗯,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box plot, OK,这个box plot, 呃, 然后呢,是对哪个,对这个v5,对吧, 啊,做个box plot,而且呢,是segregated by class attribute,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有两个class, 一个是mclass,一个叫rclass,就是说,属于m的这个class, 我们做个box plot,属于r的这个呢,我们也做个box plot, 啊,然后这个box plot是什么意思呢,呃,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个叫box and whisk plot, 也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呃,他呢就给定一个box,这个box呢,呃,我也不太记得它是, 是,好像是25%到75%的范围吧,好像是,啊,然后这个中间呢,就是50%的这个范围, 其实呢,他也是一个hysgram plot,就是说,呃,然后这个外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呃, 他,你可以认为他的这个outlier一样,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呢,这个data frame嘛,就是,呃, 这个,呃,也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个box plot,然后呢,你看这个by class,就是, 他根据这个class属于分类,啊,啊,这个呃,这个series也是,panda series, 也可以直接去做这个,呃,distribution plot,我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就是说,呃,你都不用去load这些package,你是怎么做呢,你看这是一个panda series嘛, 对吧,然后呢,你就去想这个panda series,怎么做这个hysgram,对吧, 啊,series,啊,这是p series,啊,啊,panda,对吧,你看这都是大家常见的,呃,搜索的这个内容, 对吧,你搜索的内容就是hysgram,对吧,plot,他第一个就出来,就是,呃,点plot.hys,对吧, 啊,我看看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啊,df.plot.hys,对吧,我们看看这样做的行不行,啊,点plot.hys, 对吧,也是可以的,对吧,然后你看他背后呢,其实就是用了这个metacle lab,啊, 然后呢,你也可以去调这里面相关这个参数,比如说beams,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常见的,比如说beams, 比如说你等于20,呃,beams,等于20,对吧,他就变成20了,嗯,觉得你如果你想这个,呃,短频快的一个操作的话, 你就直接对这个panda series,或者panda spare frame,进行一个操作就可以了,对吧,你看我这里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呃,因为我只考虑这两个,呃, 啊,column嘛,是吧,一个是v5,一个是class,然后这个boxplot,然后by 这个class就可以了,去搞定了,这个是,嗯, 啊,然后具体这个boxplot,呃,这个背后的这个e,是吧,每个点是,呃,什么意思,是吧,你看这个panda boxplot,我们就是用了这个嘛,是吧, 你可以自己去读,对吧? 用于a box and risk plot optionally grouped by some other column,对吧? 我们就用了这个功能,对吧? a box plot is a method for graphically depicting groups of numerical data through their quartile. the box extends from Q1 toQ3,对吧?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从25%到75%的数据,对吧? 然后呢,在50%的地方呢,有个 有条线,对吧? 然后,risk is extend from the edge of the box to show the range of data,对吧? by default,OK? 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一读,对吧? for more detail,你看看这个box plot, 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做图的这个方法啊。 我们这里就做出来了,对吧? 最后我们是要做个sky的plot,对吧? 然后这个sky的plot,它是让你做这个V17到V18,对吧? 然后呢,这color是,呃,因为,呃,因为每个数据点都有可能是两个class,对吧? 它希望两个class用不同的颜色做出来,对吧? 然后呢,我这就用color,color就等于这个class,呃,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 啊,当然这个color呢也不是特别好看,就是说还不是,呃,封的不是特别开,对吧? 我们这里也看不出特别大的规律,对吧? 啊,其实,呃,大家可以想象,这,这也是一个multivariate analysis的一部分,对吧? 因为它设计了三个量,x1,x2,跟这个y,其实是,对吧? 啊,啊,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试图,呃,用最后开的方法看能不能找到一个data new,对吧? 呃,做这个sky的plot的这个方法,对吧? 所以呢,我们就去,这是我临时决定要做的这个事情啊,叫panda dataframe scatterplot,对吧? 看它是怎么做,对吧? 当然也是要给定这个x,给定这个y,对吧? 啊,也是这个x,color name,y是这个,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c,c,啊,the color of each point,然后它呢就是给了一个possible values,啊,你看这个possible values可以是a color name or position,对吧? 可以是个color name,对吧?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我们所谓的这个需要的这个东西。 它怎么做呢?就用这个dataframe.plot.scatter就行了,然后xy,color就行了,对吧? 啊,好,我们试一下啊。 点plot,点scatter,对吧? 啊,然后,给定x,啊,x呢就是v17,对吧? 啊,然后呢v18,我们你先可以去看看这样行不行,对吧?你看这样是行的,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想把这color给做出来,对吧?color呢,应该是等于哪个color呢? class,对吧?这样这个class。 啊,这样子没搞定,对吧?啊,肯定是这个color出问题,对吧? 因为我们刚才就只是加了这个color。 好,我们回头去看一下这个color。 这个color of each point,partic values, a color name or position for the value will be used for a color to mark point according to a color map, OK? 我们看看下面有没有用得到。 你看, y,啊,color等于 dark blue,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子,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是区分它不同的这个颜色。 啊,啊, 啊,它还告诉你的这个color map,啊,就是一个map,就是说,啊,我们,你看它这里C呢就是一个species,对吧? 所以它每个点呢就根据这个color的不同而来的,对吧? 所以呢,我们把这句话加上, 可能呢它就有个color map,对吧? 看能不能这样子搞定。 嗯,还有问题,OK。 You must first set array for mapable, 这是什么意思。 啊,我们看了它的这个例子,有x,有y,对吧? 我们把这个老师把这个x,y呢都写上去。 这个x,比如是这个样子。 啊,y呢,这个样子。 还是有问题。 啊,你可以去google一下这个 error message,对吧? 啊, scarplot color bar,对吧? 啊,你去看看人家是怎么解决的。 啊, You are passing in specific RGB values so my rad cannot track a color map, so you don't know how it reads to, OK? You are mapping the values to RGB colors, Let's get a handle that's for you, instead of do. 他像你这样是吧,这个Marker是S,然后C等于,这是干嘛。 他C呢,又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OK,这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问题的可能也不太一样,是吧? 他呢,就有个X的Data,有Y的Data,没问题。Mapping the value to RGBA Colors。 OK,就是说每个Data呢,它会涉及到一个数据的颜色,叫Data,是吧? 然后呢,他是用这个F,用Y,Marker是F,然后Color等于Data,就用这个。 然后呢,就出问题,跟我们刚才一样。 他呢,是让他呢,就这样做,对吧? 然后,啊,这个呢,我需要再研究一下,这个不是很清楚。 他是,这个到底是怎么说的。 啊,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路了。 就是说,啊,就是说大家如果碰到一个问题,可以应该是怎么去解决,对吧? 比如说这个,他也可能碰到同样一个问题,对吧? 啊,你看也是一样的。 你看,人家呢,可能。 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投票数比较高的,这些人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对吧? OK。 啊,我们呢,这个上看了就不花这么多时间了。OK。 我呢,就把这个给DD掉。OK。 我记得用这个ScatterPlot,这也是可以的。 啊,我觉得这个Color,嗯,我这个CMaps,这个我们就可以,你可以去看这个Prt.Scatter。 因为我们这个图的颜色,还是不是特别好吗?是吧? 啊,我们去,啊,Color。OK。 嗯,我们是给定了一个Color。 对吧,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CMaps,对吧? 啊,啊,CMaps,它Default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东西了,对吧? 你看,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ColorMaps。 这样。 The name of the colorMaps。 它好像就两种颜色吗?你是想把那两种颜色换成其他颜色还是? 对,我想换成其他颜色。 其他颜色就是用一个Map那个做一下就行了。 就简单的就Color等于就是这个Color。 你下面一个Map0代表是Red,或者是你选的那个RGB的一些数据吗? 啊,那我应该怎么改?这里。 这里就是Color等于DataNewD class。 它默认的话就是红跟Purple。 但是你认为那个class就是M跟R吗? M跟R的话就用一个Map的方式做一下。 假如是M的话我就会0,R的话就是为。 那你也认为一个新的Column对吧? 对对对,不出新的Column,就是直接对应过去就行了。 那你说这里是有一个CMap是吗? 我可以把我的那个。 然后你是这里一个Dictionary是吗? 比如说M。 就是把它Map上去。 我不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样的颜色。 我只是希望能改一下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都太一样了。 对吧?至少我这个没有出错,比如说这个是10。 对,它是那个没问题。 你就是。 我写成red,然后这里写个blue。 对。 这样没变啊,这个。 我看看你是怎么写的。 就那个点Map过去。 哦,你是这个啊。 OK,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的当时我把那class作为那个。 因为做后面的要做Logic那个模拟的话,我把它。 你已经变了是吧? 我把class变成0跟1了。 你的话就是一个还是M跟2吗? 等一下点Map。 你看。 你假如M的话就是R。 嗯,red。 R的话。 哦,对,这里应该有个括号。 嗯? 还有一个括号没加进去。 在哪里?哦,对,还有一个括号。 哦,对,这样就可以了。对吧? 那个red和blue。 挺好的。 那个CMap的话有很多颜色,可能是好看一点。 它现在就是两种选择。 嗯嗯嗯嗯。 对,没错。 就是非常细节的这个东西了。 其实。 因为有时候这个颜色都比较相近的话。 呃,你看不太出来。 对吧。 然后你这样看,你就发现这个数据的确,没有太多规律。 对吧。 啊。 好。 啊,这是这个。 啊,所以第五题呢。 你想想,我才考虑什么呢? 对吧。 啊。 这就是visualization。 简单的这个visualization。 然后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文化。 你现在是一个文化的文化。 apro encuentras。 对吧。 对吧。 这就是。 第二题。 它就是 嗯。 有点讲了。 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範组组,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範图。 the variable, a responsible variable in the class, the set of the primary variable, we want to be 60, use as many or other few to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that you deem necessary. 就是说它说的不是特别明确,就是说你到底是在做啥,对吧? 就是你要做个model,你需要预测一下这个class type,对吧? 就是M或者R那个东西。 然后呢,你要用哪些column呢?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它有一个Q6, 然后有个Q7。 然后呢,唯一不同的一点呢,就是这里是有个V1toV40, 然后这里是V1toV10。 所以我是假设呢,就是说Q6呢,它是希望你做个简单的model, 然后这个column比较少。 然后Q7呢,就是希望你用不同的这个, 考虑更多的这个column,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这是我做的了。 当然我们当时也通过了这个,这个project也是过了的,对吧? 所以呢,当然它没给任何feedback,至少它应该是认为, 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作为这么大一个project,它可能有10个问题。 这个project model就是它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问题。 所以呢,你也不用花特别大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你只要给人家展示一下,你会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对吧?你看我这里呢,就做了, 这个chain test split, 这个当然也是一道就是你要不要split这个问题。 就是说,只要你能够解释,就是说你觉得你没必要做这个split。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数量级别是非常之小。 OK。 然后呢,用了一个logistic regression,对吧? 然后呢,比如说这里我们就只用了前10个column。 y呢,就是把这个cluster等于m呢,就认为是true,对吧? 否则就认为是forced。 其实这所谓呢,我们就在预测这个cluster数字等于m,对吧? 然后呢,就chain test split, 然后进了一个logic model,然后去fit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我们这个logic regression model就存在了,就在这里。 然后呢,他也给的很清楚,就是你需要给他什么东西,对吧? predicting the value,对吧? 然后这个accuracy value,对吧? 然后呢,assessment on the predictive model's performance。 OK。 我们现在就是有个model了,对吧? 但是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 然后fit predict value, 所以这里呢,其实你最好呢就是, 看看,生成一个新的column,就是,然后是你的这个predicted value。 OK。 比如,我看看,这是你的x,这是你的y, 然后你有这个xChain。 OK。 就是说你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大概就是,比如说xChain。 你写个predict,对吧? 然后呢,就等于你这个model,logic,就是你的这个model,是吧? 然后呢,你去predict。 predict啥呢?predict你的xChain。 这就是你的xChain的predict。 我看,我这里没跑。 这样就出来了,对吧? 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xChain。 ,对吧? 我可能这里执行了好几次。 我这里看看。 这里执行没问题,然后呢,我这个xChain呢,应该是有10个才对吧。 然后呢,再执行一下,对,这个问题就是我加了一个考栏就变成11个考栏,对吧,如果我再执行一下的话,它就不会对了,因为我这个model它认为它只有10个考栏,所以呢,这也是要非常小心的,然后呢,你看我这里生成这个predict,就是要么是false,要么是true,对吧,我刚刚的,你看有些还是true的,所以呢,它其实不是一个probability, 它呢,就是以50%作为threshold,然后50%以上呢,就这么一个class,50%以下来是另外一个class,对吧,所以呢,你看,你是需要probability,还是prediction value,对吧,然后呢,你看,你也可以算出这个accuracy value,对吧,accuracy呢,就是认识对的,对吧,我们这下面呢,我就写,用这个score,其实就是这个accuracy,对吧,你看,我们这个train set,accuracy 75%,test set也是 75%,对吧,所以呢,它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这个model呢,没有overfit,啊,我是,呃,我的意见呢,就是说,对于一个在那个project,然后这个model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的话,你只要稍微秀一下,你会做这些东西就行了,啊,至于特别的这个细节呢,你不用管得太清楚,其实,否则你这个project就要做非常好的事,啊,这是q6,啊,我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呃,要求, OK,model performance,就是我们这个用的这个accuracy,其实是,对吧,然后field predictive value呢,其实你也可以生成一个,呃,probability,其实没必要生成这个probability,因为,呃,你这个两个class还是非常balanced,就是说,你就以50%作为special,就是,啊,好,这个是q6,q7,啊,然后它现在是需要你用这个,we want to be 40,对吧,然后呢,我这里就用了一个不同的model, 我这里就用了一个random forest,应该是,对吧,你看,其他都是非常类似的,你看,用了这个random forest的classifier,然后呢,用了这个grid search,对吧,我们,我记得我们上节课也做了一个同样的事情,对吧,其实,所以你可以拿上节课做的这些东西,拿个模板来用一下就行了,对吧,然后呢,你看,有不同的max depth,然后,啊,不同的这个tree,number of trees,对吧,啊,然后,啊,做一个grid search,啊, 然后呢,再,啊,找到最佳的parameter,就这三个,这两个,对吧,max depth等于3,然后,这个tree type等于50,对吧,然后呢,你就,再train一个random forest model,对吧,呃,我想问的话,那个就是,那个,啊,hyper parameter,就是那个number of trees,就是number of estimator,嘛,它这个50,我们数据就总共是203个, 把那个none去掉的话,那每一个只有,一两个,没错,啊,你说的是对的,啊,所以呢,这里其实50呢,也不是特别恰当,说实话,啊,所以呢,每个tree呢,它肯定是overfit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random forest呢,它呢,最终结果呢,是所有tree的一个平均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你从严格意义上去考虑的话,我这里是有很多东西是,就是,呃,经不起推销, 因为这个数据就是特别的比小,我这里呢,就只是给它展现一下,我会做creasearch,我知道这个random forest,啊,啊,人事而已,啊,那,假如是用了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啊,logistic,啊,你说,那个classifier嘛,那个的话,是不是,我就不是很清楚做model,是,呃,每一个model设一下,还是就,找中一个,去把它弄得好像, 就是起码要两个以上还是我我这一点我就不是很清楚 我的概念里面像这个数据的话就是基本上是logist class file 可能比较好一点后来就针对这个去做 ok 那对你那你就要拆除这个初题者的这个原因了 其实我现在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了 他既然既然有Q6又有Q7 那你Q6 Q7有什么不一样呢 Q7的话他就是你要对那个variable的那个选择性嘛 他我们就logist有一个regulation嘛 对你说的挺好的 他就是有attribute的那个serlection 我把它用上去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如果我是面试官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过的 我觉得比我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好 就是只要你能够说出你的理由 因为他这里有Q6 Q7的话肯定是需要有点不一样 对吧 否则人家说这个东西 好就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嘛 后来对 我是给他量化到就五个参数 把它做一个模型 可以我觉得也挺好 我觉得可能比这个更好啊 就是说那你展示就是另外一个技能 就是说你会做这个fishing很多的时候 你会做fishing selection 你可以做这个regulation 对吧 这个regulation这个怎么选呢 那你也在做这个hyperparameter search 对吧 对对 我觉得你这个更好啊 这个是我两年前做的这个东西 我也没改过其实 嗯 当时过了呢 我就认为这个是可以的啊 当然 嗯 你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更好 其实 好吧 对 你也可以说哪些fishing是比较重要的 对吧 然后也也会用到这个regulation 比如说 你看我们这个regulation这个model就明显overpate 对吧 training set 95% 对吧 啊这个titan set 68% 啊 然后这个68%呢 就比我们刚才这个70%还要低 对吧 所以我这个regulation其实就是 完全是稍微 啊 花拳秀垂给他看一下 就是 嗯 经不起太多推跳 就是啊 我觉得像jun说的这个 嗯 用这个regulation 我觉得这个方法更好 嗯 我也跑了一个forester 他其实hap 嗯 就是hap parameter 优化一下 他可以也做到就是说 train的话 只有0.87 后来test 可以做到0.86 OK 那那更好 对那你比我做的更好 我自己也试了一下 就是说 但是我在想这个数据 我就不知道做到题目是怎么样的思路去做 这一点我不是 对啊 那你才去猜这个人的这个意思 我觉得啊 因为这个是 这个 当时 呃这个 这位同学面试的这个组 他 并不是一个model developer 这个组 他只是想看看你知不知道这些 做model这些基本概念 啊 并不是很一定很强调 就是说你这个model 应该做的特别好特别优秀 嗯 嗯 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大概是怎么回事 就配掉包就可以了 对啊 我觉得你说的这两种proach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你做用哪种proach 你呃 首先当然你稍微 如果你能够写几句的话 那就更好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proach 比如说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是pature特别多 所以我要用这个 这样我觉得可以 整个过程的那个思路把它表达出来 对啊 嗯 好 对啊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比较 这是open questions 比如说 啊 就是q6 q7 ok q8 他说他让你provide details processing columns 这些东西 是吧 然后他用了哪些xml functions 去loop through 因为这个呢 其实是整个proach这个难点 对吧 我这里直接给你给他呃 给出来 对吧 然后how exception exception handle 这个呢 是我这个 这段code里面都已经有了 对吧 你看呃 你看看 用了哪些xml function 对吧 你看呃 这个怎么pass 对吧 然后怎么find 就是呃 这个呢就是 找到所有的这个data row 他有好多data row 其实是 然后就是每个row里面找到这个id 然后找出他的这个 text 然后呢 不停的去iterate这个row 啊 然后这个row呢 我们是找value嘛 我们就不希望看到这个bata row 和id 然后把value呢 value有可能是messing 对吧 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try accept 啊这是我的方案呢 这个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说实话 啊 啊 就是说 呃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说你自己啊 啊 去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然后 就当你首先是从网上去找一下 这个xml 怎么是怎么处理 对吧 然后比如说别人有些example 你去run一下这个example 然后呢你再看看啊 这个data to.xml 他自己这个数据有什么特点 啊 然后你决定去怎么去做 这都是可以的 啊 how exception handle 对吧我这个什么handle呢 我就把它设成na 对吧 然后 呃 给一个print出来 对吧 最后一个 他说 generate the following matrix output 啊 data consistent checks matrix 啊 for example count for the same dataset unique rows in the combined dataset 啊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啊 啊 题目是什么意思 啊不是特别清楚 他是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大家还记得 啊 这个题目最开始的时候 他让你去生成一个logs 对吧 所以你在想python怎么生成logs 啊 你就去google一下 对吧 啊 这个我我也是google login example 对吧 啊 比如说你找几个例子看一看 对吧 python login 对吧 啊 login module 对吧 啊 啊 就为什么要做做login 对吧 basic login example 对吧 啊 这个呢我我 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 我只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呢就是都是你呃现场去学 就是说他给你一个任务你就去网上找个类似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去把这个主要是你解决问题这个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之前有一个非常 呃 extensive experience 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 这个login呢大概呢就是呃 呃 会生成一个txt文档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就是把你这个 呃 看这个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啊 就是一个txt的一个东西把你这个处理这个数据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呃 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一个结果看呃 呃 展示出来比如说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跑了一个程序对吧 呃 他跑完了 你也不知道他跑的成功还是不成功 然后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对吧 呃 然后碰到问题是把这个问题忽略呢 然后继续执行呢 还是说他就这里停住了 还是说呃 对这个问题进行的一些什么处理对吧 比如说我们呃 看到这个 我们这个 呃 这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处理这个missing value是怎么处理的啊 对吧 呃 哪些地方有missing value啊 然后 呃 XML有这个 有问题啊 在哪个地方出现了 对吧 呃 你要生成一个log 其实主要是 就是然后别人打开这个log就知道你这个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对吧 可能因为他每天生成不同的XML 然后你每天呢 就只是去看一下这个log就知道是怎么怎么回事的 就是对吧 啊 其实这个网上这个log这个用处是很多的 就好像是 比如说你登录这个 Netflix OK 然后你看个电影或者啥的 Netflix都会生成非常多的log 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点了一个什么视频 然后你看了几分钟 然后就暂停了一下 然后这个非常细微的这个东西 他都会 呃 他都会记录下来 其实是我估计这个ameral什么都会记录下来 就是说 呃 你浏览某个商品花多少时间 然后 呃 一些非常细节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呃 哪怕就是说你在某个页面提 呃 呃 停留的这个时间什么这种很 呃 detail 这个东西 因为他这个都是有用的说实话 呃 他都背后呢 他都会去分析 比如说你这个人的呃 行为习惯啊 什么东西 然后呢 他也可能去做一些非常 呃 machine learning 这个models 什么这些出来 就是比如说你对哪些视频会感兴趣啊 哪些视频就是说 能够吸引你去点进去 但是你可能看了两个人也不看啊 什么这种 呃 这些非常呃 呃 呃 非常细节的一些 呃 能够收集到海量的这个数据对吧 可能有几千万人 呃 呃 有 每天都会生成不同这个log 对吧 然后 这个的话 就真正的实现了一个大数据的这个东西 写的事 呃 我们这里呢就是给他一个 呃 一个example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给啊 我这里啊 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 呃 他呢 你看这个是import这个login 对吧 他就是一个python的这个module 然后呢 你就给定这个file name 就是说 你要生成一个什么样的log 然后这个log呢 他也分成了部分的级别 有debug info 呃 warning er er呢就是说 那程序在这里呢 我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就是说有致命的错误 warning呢就是说 有个不正常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我还能继续吧 就是info呢就是说你只想 呃 给出一些信息 比如说你处理了一个dataframe 然后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dataframe有多少行多少列 这种事情 对吧 第八个呢可能就是呃 呃 用户想自己打印出来一些 相关的这些variable 他的呃 呃 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吧 大概是这个样的 呃 我这里呢好像没怎么写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 呃 根据我们的前面八个问题 呃 写一个log出来 就是说你一开始建立一个log 对吧 然后你每次有个问题呢 你都在log里面生成一个东西出来 对吧 比如说 你把你觉得哪些东西会比较重要 对吧 比如说load data1进来 对吧 他有多少行多少列 你可能要呃 记录下来对吧 呃比如说他的这个这个type 你也把它记录下来 对吧 然后 xml呢就是 多少行多少列 然后呢 missing value在哪里 对吧 你也把它都记录下来 对吧 啊 啊 接上什么这种都是一样的 然后 呃 处理这个missing value 处理完之后呢 呃 比如说你drop了一些column drop了一些roll 对吧 然后你生成一个report 就是 别人一看就知道你drop了多少个roll 对吧 呃 所以呢 你就不是在黑箱操作了 是吧 啊 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了 就是说 啊你可以这样子去做 啊 我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子去做了 但是呢 somehow 我也找不到 我就开始别人去做这个project 这个notebook 啊 所以呢 呃我现在这里呢 就没有给出一个 呃类似的这个东西 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最开始建立一个log 然后呢 出现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 呃 DataFrame的长度大小的 你就变成info了 对吧 啊 然后missing value呢 你可以变成warning 对吧 然后 呃 我们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error 就是说 呃 比如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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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join这些table join完之后 这个DataFrame就为0了 对吧 那说明你这个index有很大的问题 对吧 那那你就是要生成一个error 这里 啊 就是说不同的情况 应该怎么处理 ok 这是logging 啊 log完之后呢 可以生成一个啊 比如这里一个example 对吧 哦 咦 这是啥 有意思啊 我不知道这个log 这里是怎么生成的 哦 你看这是我后来生成的 啊 你看DataOne的shape 对吧 20820什么之处 啊 这些东西 啊 就是限制从这个log是非常之多的 就是比如说你把一个大型的机器启动啊 然后呃 他都会呃 做很多这个检查什么这种东西 他最后结果呢 都会生成到这个log里面 因为到时候你维修的时候 呃 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呢 你就去去找这个log 啊 就可以了 嗯 啊 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这些 呃 呃 网上这些posts 对吧 你看人家是呃 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吧 啊 啊 这是我今天大概要讲的这个project 这个内容 看看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啊 呃 呃 我们这个 呃 大家学习的这个东西是肯定是很多的 Python因为就是一种语言嘛 对吧 然后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 你看这里呃 我们好多都没讲的对吧 你看 c profile就是说 呃 可以profile你的python code 他呢就是能告诉你 你的python 就像某一每一行他都 花多少时间 其实是 这样能够帮助你找到你程序的这些瓶颈 就是啊 然后你看dask dask干嘛的 就是handle big data 对吧 你看 这个 modeling speed up panda 就是把panda变得更快 对吧 然后这个lock 这是说 变形处理处理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 呃 因为有时候会发生 呃 racing condition 就是比如说 呃 你在你的手机里面打开你的银行账户 你在你的电脑里面就不能打开了 对吧 因为你的手机里面把账转出去了 你电脑里面打开 你发现还有这么多钱又转出去了 对吧 那银行就可以亏产了 对吧 所以你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只能打开一个地方 对吧 你把这里弄了那你就必须下 这就是一个lock 这些东西 呃 你看num的function yield 怎么处理data time 这个我们讲过 collections 我们讲过就是 这个dictionary 什么这种东西 python debugger 这个我有时间 我们下这课 下下这课 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东西 你看 如果你对街上感兴趣 你看看这个python街上的这个guide 对吧 因为我们今天也 涉及到这个街上 啊 就是说 要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之多的啊 没有人是所有东西问题的这个专家 对吧 所以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有这种 呃 意思的就是说 随时能够解决 随时都能够解决问题 随时都能够学习新的这个东西 啊 你看就是这个dumps和load 对吧 其实你想想 嗯 这样一个blog 一篇文章 你可能花个一个小时 你就能够构数一遍 然后 你就对用python做接 啊 接上处理呢 你就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了解 就是啊 好啊 呃 这是我要说的 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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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啊 好啊